酷酷扫败票,身旁幕僚酷似马为中 蹲下身子紧握每一双手 还不断以90度鞠躬向选民败票 第一妇人宗美青昨天上午马不停停 到南投市民权街的中山市场 沿街向摊商及乡亲败票 所到之处都聚集了热情的民奏 而不少民众发现 跟在周美青身旁的这位女生 长得好像周美青大女儿马为中 原来她是马英九竞选总部 台湾加油站的新媒体副总监王宗倩 现年32岁 就连马英九都说她长得像马为中 因此她陪同拜票时 也有民众抢着与她合照 而面对热情民众要求签名与合影 周美青也是来者不拒 展现亲民作风 部分摊商与民众 也制作看板和海报 帮酷酷嫂加油打气 或送上水果和刚出炉的烧饼 但周美青坚持出钱购买 随即分送给现场记者 有摊商担心她穿太少 帮她套上一条魔术围巾 周美青立刻掏出200元 向摊商买下围巾 傍晚 周美青转往嘉义的黄昏市场 及夜市继续拜票行程 却遇上零星摊商呛响 也有摊商抱怨钱难赚 动新闻综合报导